大家欢迎收看三十钟时 我是经济 郭庆 港股受到外围股市向好 和A股V型反弹的刺激 连续三天收在前浪顶之上 可以说是初步确认声势 我今天跟大家讲的题目是 恒指一浪高于一浪 未讲的题目之前请大家看看恒新指数 全日恒指上升了110点 收报251.25 可惜成交不算活跃 收缩到815亿 这一点大家都是要注意的 说回今天外围如何好而刺激港股 外围先看纳指 昨晚星期三晚纳指再升0.14% 收报6129 这个收市位是历史最高的收市位 不单止是这样 亚泰区方面 特别是东北亚区 日股做好 今天最高见过 19,989点 收是19961 迫近2万点心理关口 最终虽然只是升0.3% 但是这个收市位和今天的最高位 都是创了迷州新高的 韩国方面 昨天星期三大选之后 曾经一度升到上去2323点 这个历史高位 但是星期三那天是冲高回落的 但是不用怕 今天再升1.16% 收2296 这个收市位算是历史最高的收市位 就是外围做得好 外围做得好就刺激港股又一升 但是港股一直都是受到内地股市拖后腿的影响 升幅不是很大 今天A股先跌后反弹 V型反弹 所以对港股后市是有利的 大家看看上证指数 今天上证指数最低的时候 跌到去3016 迫近3000点心理关口 跌穿了这个双顶颈线3044 当时仇云惨慕也挺害怕的 很好 后来看到人民银行在6天暂停淨投放之后 终于今天正投放200亿元人民币 再加上传出周末可能会做这个放水行动 再加上14、15日一带一路峰会 大家对这个内地股市都有些憧憬 刺激到A股见底反弹 当然我们知道国家队应该都是有入市支持 确保这个上证指数 力手3000点心理关口 所以由3016开始就回稳 上回去收市就是3061 升8点 虽然升幅不算多 但是就重上这个双顶颈线之上 叫做回稳 如果A股后市可以弹得高一点的话 对港股是有一个很重大的刺激作用的 除了上证指数弹之外 内地股市最弱的就是深圳创建板指数 因为昨天已经跌穿了2015年9月 那个大时代调整浪底的 当时的浪底是1779 今天最低见过多少 1727都不要说不恐怖 不过恳好最后倒升了 虽然不多只是升1点而已 收报1772 但是总算是有一个V型反弹 后市如果连深圳创建板指数都能够回稳的时候 对港股的刺激应该是可以说是很大的 那说回港股方面是怎样的 恒指 大家知道了 近日都是一个保持一个声势 最主要受到外卫因素影响 而A股跌都没拖累到它 终于今天连续三天 收市位就站在这个前浪顶之上 不单止是站于24773这个前浪顶之上 亦都是首次站于在这个3月21号高位 那个前浪顶24565之上 可以说是初步确认了声势 当然了 确认声势有很多种方法的 其中一种就是连续三天收于其上 第二种方法是 升在前浪顶之上的3% 这个暂时未到的 那就作为 其实应该是作为下一个上升目标 我们就是看着这个25,400 25,500区 当它255,500就是下一步的上升目标 你看到恒指现在是什么 是一浪高于一浪的走势 今天我们的题目 这种是利好的现象来的 前浪顶24565调整落是23723 然后上来24773突破了这个前浪顶 然后回落来24358 就守住在前浪底之上 现在暂时前浪顶是2503 今天最高位 见过25,200点之后 未完的有机会是有机会重一步上升 那当然了 今天成交是有些不足的 是有机会去先躺一躺再上 都不出奇 但是我们看着这个目标 短线 说着254、255区 那靠的是什么 如果A股回稳 各自不再扯后腿 各自仍然受制着50天线 如果A股回稳 加上外围升势 各自能够正式突破50天线 挑战这个前浪顶 106、900 你当它107、800 这样的话 恒指就有机会进一步上升 好了 今天分析是这么多 多谢大家收看